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東周投資會 Hello,比比 Hello,大家好,又見到大家了 好,繼續循例介紹 今集有光大新鴻基財副管理策略師溫傑 Kenny和大家聊天 所以大家有問題就記得留言問 我就會和比比轉達,解答大家的問題 好,看看今天的市場,恆子都連升了三天 今天升了487點,最後收入了D 收報25325點 算是一個好的訊號,連升了三天 比起之前跌穿過2400來講 站在2500上已經有很好的消息 看回今天ATM都齊齊升了 還有幾隻重磅科技股 阿里巴巴由之前低位,130多元 一度重上了170元以上 騰上700股價一度直逼是500元 美團都升近一成 所以就叫做帶動恆子,今天就高開了 所以大家都很關心 年升三天這個升勢是否會持續呢 還是升三天會不會這麼突破呢 還有科技股是否開始扭轉劣勢 有機會想上升軌道呢 就讓你們解答了,謝謝 好,首先坦白說,升勢又高於我預期 因為本身大概24800或者2500 應該就有阻力了 現在升穿和守穩住10天和20天移動平均線 肯定是叫做好事 不過要留心,似乎下一個阻力位大概是25400 25500的話,這些位置就是50天移動平均線 由7月2日落到現在其實就沒有試過穿的 所以是不是在短時間內能夠突破呢 這個就大家都不知道 要觀望一下,如果,不要說這麼大貪 能夠守穩住20天線的話 都代表著整體的勢頭改善了 不過我都要提提,現在是一個事件主導的情況 就算你看到過去10天,過去3天的估計是回升 如果萬一恆大又出問題 又或者有其他的內房出問題的話 這個對市場氣氛會有影響 第二,美國的國債其實不升不升升到1.6 我自己覺得,如果進一步上升1.75、1.8的話 對美股會有影響 連帶對港股也會有影響 當然,你們都是會入博士的,市場都暢淡 不是,只不過就是,似乎市場還有些事情是未解決 我暫時就沒有改了 跟星期五的時候講法一樣 在25500點附近,我確信是會有一定的阻力 好了,去到科技股了 第一,科技股本身跌得深 以及我們最近幾個星期都提過 最近大家擔心的就是內房股 香港房地產等等的股份 或者再之前的就是熊島股 全部都不是科技股的 所以其實某程度上 大家對於科技股的一些條例或者收緊的 有初步的預期和個別的股份 又說股神的朋友在網格 爭持阿里 然後上星期五收了市後 又說美團的罰款落地了 當時大家議論很簡單 罰多少呢? 是不要緊的 但是佔它收入是多少呢? 就很重要了 上次來計 阿里罰了4% 今次呢 喂 3%而已 所以第一 有些吹捧就是 既然你罰了 那就是交了這個過路費 那就是會讓你順利過道 那是不是這件事呢? 我有保留的 但是市場呢 起碼是這麼慘 第二 都是3%而已 我知道它沒有錢賺 它知道現金流是比較缺乏 但是怎樣也好 3%的收入其實已經算是輕手了 所以大家憧憬就是一些壞消息過去 那就對它有個幫助 那你ATMXJ裡面 明顯地就是M也有幫助 你講的A也有幫助 而整體說的是第四分的好轉 科技股一定是大得多些的 不過呢 我只覺得 接下來在法規上 我罰了你一次 二選一 不代表不罰你其他東西的 第二 我們對於美團 它做社區團購 我仍然知道打什麼 我仍然不喜歡它做這件事的 第一是法規的問題 第二就是 但是接下來可能都要投入很多資源 所以總括上來說 我維持原判的 我都是說 騰訊大概 在500元附近 應該有些阻力的了 就算再看上去的話 我當你看圖表 大概520-530都有阻力 哇!30元 五個水來計算是6% 不算很多的 美團 其實250元上面 我都不想買它了 所以大概就是 這個我們對科技股的觀感又看法了 我看到有頗多讀者開始問問題 還有呢 我想都大家必問的了 今天真的 第一個問題就已經是問992 就是亂想 因為剛剛亂想就宣佈中止回憶這個計劃 剛剛就很大影響了 大家就 今天都收報 其實在說 收報7.63跌了1乘3以上 所以 不少讀者都問了 有些就 8.5有貨 7.5有貨 都有的 想看看之後的情況會怎樣 好 來 之前來計 當然 如果事後看回 我們就有點後悔 因為說8.3可以買 買到之後 上個星期高的 還有9.6.5 其實 是超出了我們今年本身的預測 但我看到 咦?不是啊 好像整體 我都自己猜了 市有機會見底 再加上就是回ACDR 不是不炒多一陣吧 所以我都說 最多我們擺到10元10個人就要沽 你當時升到9個勞半 不算太進取 但事後就當然沽了就開心了 現在就因為取消回A 就令到股價冰霸如山道 坦白說 我是意外的 因為9月30號 才是上交所受理他的申請 然後其實內地是一直都是優勢的 去到10月8號 第一天開始 他就自己是取消了這個所謂的上市的申請 即是說是一個training day 那當中發生什麼事呢? 不是上交所不理你 不是上交所不批你 是因為自己 當然他自己的通告上是有講到原因的 但是故中其實有什麼因由呢? 我又真的不知道的 好了 說回策略本身 如果真是跟蹤8.3號的話 我會傾向現在因為低位見過之後 其實就收窄一點的 今天來計做過7.2號半 如果你說真是根據我們之前所說的 10%做止蝕的話 那你斬了就不用問不用想了 因為短期我想對市場的信心 都有點影響 病原一輪都會伸直弱一點的了 好了 但是你說在今早低位都沒有斬的話 現在回復上來做7.6號半 以我們馬上去計算都是9號半 即是10%鬆一點點 其實我建議你繼續拿著 甚至乎我見到一些朋友仔 在今天低位7.2號半 進了貨 很簡單 你今早進又好 又或者你真是說 7.3、7.5 又或者之前高位都好 如果你沒有斬的話 我就傾向你繼續拿著 繼續觀望著市貸的發展 因為我在昨天開Live 真的很神奇 昨天禮拜日開Live 我喜歡 我都說得明白了 今天一定是糟糕的 但是糟糕還是糟糕 我們本身都是看好他下半年的業績 他回A 都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們看好他的 所以就算他還原基本步 甚至乎跌穿了 跌低過之前他講回A的位置的話 理論上對我們覺得他的前景就不是太影響 除非你覺得說他不回A 雜不倒資 接下來可能對於這個研發會有影響 那就是後話了 如果不是的話 我傾向就是在這一刻 如果今早沒有指到的話 10-15%自己做一個風險管理 沒有做到的話 這一刻就會繼續持有 不過 因為整件事都是發展當中 和令到市場很意外的話 我想我和大家一齊都要真是跟實他 究竟是發生了什麼 還有接下來會不會有其他好消息出現 即是暫時形勢都是叫做不明朗 即是如果沒有課的讀者的話 這個時候不建議插了之後就有課 我想可以先等等 因為現在第一 都由低位回升上去七個路線 如果希望 即是衷心希望 明天再彈上七個八七個九以上的話 那你那些位置再買 似乎就直播率不是那麼高 因為始終發生了一件事 是對市場對它的信心 短期來說是有影響的 那你說是不是 咦不是啊 你之前說八個三可以買 那自一時疲一時 我會傾向發生這麼大件事 是會觀望一下先的 好 接著有讀者問331封城生活服務 今天就微升了沒有一百分之一都沒有的 然後就收補105 那問什麼價位可以入 暫時都買不到 因為坦白說一句 當然它公佈了業績之後 其實就升了上去 但是問題就是業績就公佈了 你要忘記第二季的勝負 當時我也解釋過 是有些有心人做一些操作 所以對於它比較穩健的角色來說 一定是低位才賣 所以如果以現在這個水平來計 我就傾向是稍微觀望一下先 不過呢 你會知道就是它上半年的業績 都是利好 都是說利好 如果它肯再回落下去的話 可能就是我們再買貨的一個機會 但是暫時來說 7元以上我就不打算了 嗯 接著讀者就問 383中國奧元現價可不可以入 因為之前讀者就在9.16有貨未走的 之前都跌一輪了 現在是收補3.4.9 今天又跌了5%了 是 不會想了 暫時 我想 坦白說 這個是說 連帶奧元都有 就是中國奧元和奧元服務 我想整個 除非你對某一隻股份很有conviction 否則是說內房和物管 我都會傾向官網 因為第一 剛剛的最新消息 恆大似乎有一筆債券 應該是11日到期 不知道它還不還 即不還息的機會 我想都相當大的 如果計算這筆的話 前後是第三筆的 如果已經有三筆的利息 是沒有給到的話 其實未來幾個星期是有機會違約的 所以第一個 不明內因素對於 是叫做直接受影響 當然是恆大系 第二就是這個房地產 甚至乎整體大市都有影響 第二 我經常都說 恆大當然是過分擴充 太過進取 不過你看到其實都有第二第三滴血 花樣年一樣出問題 所以似乎就是 在一個疫情的影響之下 再加上三條紅線 一個叫做惡性循環 你債務越高 你就越借不到錢 你越借不到錢 你的債務風險就越高 所以這個惡性循環之下 其實是不是真的只是恆大 只是說花樣年出問題 真的不知道 如果再有第四、第五、第六間的話 整體內房的股價波動都會很高 不要只是說一些不生性 犯了三條紅線的朋友 你看到阿爺都說得明白 不會因為一間公司 一個省份 就是影響整個內房的政策軌跡 即是說繼續防住不炒 繼續是說三條紅線 那為什麼要明知 山有虎偏向虎實行呢 暫時來除非 不是了 市真是一望無際的了 會升到兩萬六、兩萬七、兩萬八 與其我追一些已經反彈的股份 在叫做地底裡面的股份 是不是有一個反彈契機 如果是這樣當然可以了 但是我似乎大部分的投資者 都不是這樣看的話 政策風險比較高 我都會有些卻步的了 嗯 即是BB都建議大家 不要亂衝進去 一個比較大風險的板塊 那就先看吧 是的 有讀者是兩個比較的 是 2267 中信股份 還有3399 有沒有看錯呢 3399 他就說是農工的 這個 不肯定有沒有看錯呢 讀者 現在是誰可以買入呢 好 我會選 坦白說兩隻都不是我心水 第一我都給過很多的策略 應該是3339 應該是3339 讀者記錯了 是的 不要緊 來 記錯號碼就不要緊 如果買入價的時候 記錯就小心一點 因為當然大家都會有錯 但是記住 買股票的時候 賣變成sale 3元 舉個例子 買33 就買了32 如果我打算6元買 變成100元買 就差很遠 所以落款那一刻 大家小心一點 兩隻都不是我心水 所以我沒有特別的喜好 如果特別267的話 我想現在的股價會傾向波動一點 我又不是想到短線有些很特別的催化劑會立即幫到它 所以我傾向就是可不可以兩隻都不選 選我 我選那些 譬如3187做一個打底 又或者黃金賽道 就是生物科技 又或者現在有些科技股反彈 又或者說我們的2130當然買不到 那麼3309都升上去 其實我們都提供了很多選擇 所以如果比較之下 我就堅守我自己過去這一頭半個月 說過股份 甚至乎乏入第四季 好像還未在這個節目說 我們就是除了以前的八大金剛之外 有多兩隻的股份 第一隻就是三百六百 就是這個信義的能源 食井的儲能和碳中和概念 第二就是有三四厘息 你幫助你助黃黃贏 第二就是這個創科 因為之前來計 它的業績是無謂可擊的 炒到上180元 然後我想可能有個黃黎回肚 還有看回市況 現在大概是140-150元左右 所以就是它沒有病沒有痛 因為大市的問題 出現黃黎回肚下回來 可能就是一些賣入的機會 所以第一 如果說三百六百的話 我們提過了 大概就是四元四個二 你跟著自己的情況 因為我是比較保守 我很進取的 那你放高一點 大可能可以分注的 不行 我給你更保守 你也不一定對的 那我放低一點 那你就貼近四元 以下才買 如果說創科 創科來計 大概是140-145元左右 算不是差得遠的 比起其他以往的升市 我給出來的百合價 現在開始貼近了 那就是很簡單 因為我其實不太看市 所以市升到行不行的話 你會獻得我的價格 是叫太過誇張 是不會到 但當時跌下來的話 就是對我所心疑的價格 是近榜一點 這個永遠都發生的了 好 下一位讀者問 SM Pacific 522 問現在沒有貨的話 應該什麼價位入 好 如果沒有貨 你坦白說 其實就是現價 因為我之前都說過 如果你問我 因為現價 做了83個郎伴 之前當然 整個市貨不同了 我當時就95元都可以入 如果是的話 其實也有些虧損 當然我明白到 現在市場對於半導體的看法 會有不同 甚至乎對於製造業來說 在限電限產裡面 影響是大一點的 所以 似乎大家對它的炒作 今年包括收入 和無理多的提升 就拋諸落後 但是往往來計 當然你可以等等 就是了解一下 限電限產 對它的影響 具體上是怎樣 很難說的 你知得來的話 就是公佈業績 到時都已經是另一個光景 我覺得這些價位 其實可以先落一注 我仍然都是喜歡它的 所以如果真的 不過另一個問題就是 每個都買 剛才朋友說 有267 又有3339 我有2130 又有3309 你又有522 究竟你 是買哪一隻 你最後就要篩選 因為我只能夠說 A股票好不好 B股票好不好 A和B都好的話 你總不能夠買完 最後你就自己做決定 但是單單看522 我就談一下這些位置 可以先落一注 好 接著就是3303 就是具桃海洋石油 這位讀者1.09 有貨就問上網多少 好 其實坦白說 我不敢看太多 因為近這兩個星期升得比較誇張 還有我自己 如果大家有留意我Facebook的話 我說有三隻股份 我都想叫做國和青 第一隻是857 第二隻是883 第三隻是我們早兩個月曾經說過的1033 都是一隻石化遊戲股 相對上 如果我都說 我都準備好 即是逐步鎖定利潤的話 我又很難叫你再提高幾多 加上上個星期獲利都比較多 我又只能夠說 如果你是低位賣 即相對上比較低位賣 你推高止賺價 我就沒有一個絕對 基本上我很少都會有目標價給你 因為市況會變的 突然間今晚油價再度抽高 大家對相關的題材繼續看好的話 我今天所說很進取的目標價 其實可能是叫你賺少了 所以我只能夠說 你可以用間斜讀讀 跌穿個升軌 用平均線 又或者高位回落8-10% 做止賺 它不跌下來的 就不斷推高它 希望可以賺到整個我們所說的利潤 好 接著就1919中遠海控 讀者就有11個6有貨 是否應該要走還是留呢 現價我覺得不需要先走 當然我是怕了它 我們之前就說 如果下山三千次 我們很多的阿深淳之下 就說如果你真的想買進取的東西 其中一個 當時的氣勢就是1919 但我都說了 我們14元買 就訂回11個9做止蝕 很明顯止了 所以如果你跌下來的時候 都買的話 其實都是薄薄的 那我傾向就是 既然公佈了一個業績 是叫做理想 不過我都要提多兩句 我知道我長期的 就是 現在所說的業績 是說的是 頭半年 頭九個月的營起 問題就是 我們炒這些股份 特別是韓運股 什麼時候是說的是 過去半年的業績 是說的是 現在和未來的運費 所以這些消息 已經很清楚了 你看到真的 盈起升幾倍 其實對股價幫助不大 反而我看到 機構性投資者的股額 都比較大 所以如果買入了 相對上 你比起我們之前買的 就叫低位了 就不要那麼怕 先拿著 不過短線 我想那個走勢 都會比較繁複 未必可以考贏大市 一路升上去 很快就14、15、16元 我覺得暫時來說 有點困難 好 接著讀者問 1909 仿岩控股 在兩個四有貨 問是否算是有好消息 我想現在 今天都有一個升幅 是否有機會繼續升呢 嘩 很難過回答你 繼續升 這是一個百萬富翁的問題 第一 在我Facebook發出 就是有消息的跟著 但是我又不想去騙大家 我看到的消息就是正正常常 這個都是我之前所說的 就是這些大蠟股 最重要就是 你見到股價上有承托 不斷有消息跟你 其實炒作的過程就未完結了 但是繼續等一些具體消息的消息 如果兩個四買入 今天又錄得比較大的升幅 其實都沒有什麼需要做 繼續拿著它 希望市貨向好也好 它更加多的消息也好 令到新一輪的炒作再上 不要說兩個四 兩個六兩個八 甚至乎之前我們說 走的位置三元 那獲利空間也會有多少 但是我覺得那句 第一 你買得到股份 一定要控制駐馬 希望你不要買得太多 贏得多的 即它升得多的你開心 但就算萬一它表現差了些 你都不入肉 這些是我們當作出bonus 這樣的情況就是大蠟股的重點 所以暫時來說都是對馬的 有消息 之前來算 我都說在中環有個很值得去看的 Digital Art Fair 其實它都有份賺助 所以這些NFT的概念 我粗俗一點說 我真的不懂 但見到 叫做鶴都爺 一幅這麼漂亮的畫 就有幾百萬 我覺得值得大家去看看 了解一下 現在火岩做的業務 究竟是什麼 好 接著362信羊無瞻 讀者問庭太怎麼算 就在2號6有課 我自己坦白說 庭太因為什麼庭 我當然不知道 因為一些是insider information 所以這一刻來說 我只會叫你 第一 它停了牌 其實你不能買和賣 那我不如你把焦點 放在其他股份上 千萬不要 這隻停了牌 我又買了 我心裡很忐忑 影響了我操盤其他股份 就很不值得了 反過來 因為它一復牌 有復牌消息的話 我都會通知你的 你每天這麼大的事件 你都會知道 你看一下它復牌 究竟有什麼公告 如果是好的 當然是好 如果不是好的 我們再決定 需要不需要做一個 紫色的動作 這一刻 大家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再想 都是轉流角尖 你放在一邊 放在一邊 留意著它什麼時候公佈消息 什麼時候每天看著 這個消息公佈 都會善用我們的時間 否則就擔憂了你 你都沒有事情可以做到 你再研究都沒有用 有讀者再問火鴨控股 這次就問什麼位置可以進 你這麼進取 我沒有變過 應該這麼說 因為大家跟得很貼 所以說謊 我從事一次 我們之前是2.4買入 然後3元沽了一次 第二注是我 所以2.8叫買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第二注 偶回回報給它 都還沒有偶回 然後下來 其實我就說 擺2元2.2 所以我還是維持這些位置 不過我也要提提你 不要說最近好像這個肥仔說的 那些股票都回暈 之前有些是跌下來了 譬如六成服務這些我記得 但是八大金剛除了聯想之外 都回暈了 OK的 相信它 大股可以賺很多 不是 大股是波幅和風險 不保證它一定升很多 所以如果大家要買的 你先買其他東西 真的要買的 有些什麼時候要買呢 就是可能舉個例子 你跟我們8357 賺了錢 你用利潤的部分賣下去 這樣才是我們操縱 不是操縱 是炒作這個大股的主要心得 你千萬不要說 哇 我是連人大波 是說八百三一副資產 丟掉下去 那你不怕我怕 那要事先講明 好 然後又有問回 大家都好 又問回這個992 因為始終大家今天看到跌下來都害怕 好 這次就是問7.76入了 是不是可以等一下 剛剛給大家提到 如果未止虧 就可以觀望一下 如果未入貨就先看 是 很簡單的 其實如果你7.76買 現在做7.60多的話 在我立場來說 消息層面 當然是意外 但現在已經知道了 那再沒有新消息的話 只要和你買入價欠一毛幾支 我一定是敵不動我不動 所以除非你說 難得 可能之前也好 什麼時候也好 買了 今早見過7.2.5 嘩 驚到 幸好收市 彈回7.60多 這樣就不同了 你真是害怕 如果彈到7.60多 7.70多 平手走的 你就先走了 拿回現金一定不會錯的 但如果不是這樣的例子 你都是想著 跌下來的小刀 那就一定是繼續持有的 嗯 好 接著呢 2269的明生物 今天就收報 今天都不算有升的了 升了一毛錢 那就問多少錢可以買入呢 你當然是沒有聽我的節目 當然我一說話 一放 沒有騙過 是 因為當然它升過 120 或者更高 也都回過 99.2 但我都沒有變過 100元 我覺得直播都會吸引一點 但你說 喂不是 我真的下不了 我又很想買 那你就分住 如果是在100元 或者這些位置 或者以下 你打算買 不要說100元 買100元的 那你在110元 或者再高一點 那你就分 可能是買30元 或者20元 或者50元 這個就可以 我的策略就不會常變了 但是每個人的情況不同 你們就需要做一個微調 假設就是 110元 110元買一注 是買20元的 跌下去100元的 我買多30元 再跌下去的 我買多50元 那你拉均呢 其實都大概100元左右 那好處就是 跌下去 你心理負擔細 還可以加上 真的升的 你就不需要等到這個肥胎 講到100元 才買不到的 這些就是大家 要做少少微調 好 接著就問2331 李寧 因為其實李寧和安達 過去幾天 兩個都是跌一成 近一成 是的 那最後這位讀者就問 80元入了的話 是否可以等上來呢 80元應該是說李寧 是的 因為我們之前都說 他曾經 我說80元買 是升過上去的 升到90元 升到差不多 紅底100元 我自己都覺得誇張 但是我沒有改變過 像陽明生物 不過陽明生物 沒有到過 但是李寧 現在就是我們有機會操作第二次了 所以我還是維持80元 如果你這些水位買了的話 又沒理由要走了 在整體的銷售 我看不到太大的問題 當然 在安達和李寧裡面 我從頭到尾 到尾都是選李寧的 下山山才知道 主要來說就是安達品牌是有一些一向都一般的 而Fila的話可能我們覺得下半年來計 那個增長幅度都會放慢 所以我們就會選李寧 就不選安達的 嗯 好 但是這輪的跌勢就不需要太擔心 我暫時 當然可以解釋很多原因 也都是跌得真的誇張 不要說誇張 跌得是厲害的 也都是明顯地跑輸大市 大家就覺得 咦 不是啊 之前是說到興俠俠 是國產化的嘛 它跑輸大市的 為什麼最近這麼差的呢 我自己看有很多原因 第一 國產化的浪潮可能會有些淡化 第二 品牌的銷售增長會放慢 第三 可能受到疫情和限電的影響 會不會就是說出貨量都受影響 第四 強於Like 都告訴你 它的出貨量是下調了 所以很多的原因 再加上之前跑輸大市的話 令到沽壓比較沉重 但是如果都是80元這些位置 聽我們說買了的話 當然現在的事情一定要看實 但是先不要自亂陣腳 還有幾條問題 我們趁小時間回應一下 有讀者就問860歷世紀的 問什麼位置可以入貨的 這位讀者 現在正在做什麼 現在歷世紀正在做5毫3 今天跌了7% 大概都是5毫4以下 其實我記憶中沒有改變 但我的問題就是 它的賣點很簡單 就是它的股東是天王級數 我有下山3千次 如果你問得這隻的話 應該都聽我們說過的 但是我的問題就是 這隻真的無定向風 有些像原名巨落 超級神經刀 可以一旦彈上0.6-0.7 但是見頂跌下來 又可以很金 所以第一 都少少半辣股了 你是不是想買這隻呢 第二 如果你想買電動車概念 其實有大大隻叫比亞迪給你買的 不是啊 它10萬元 我現在升上來 比10萬元還貴 怎麼買啊 有隻叫245 所以我覺得 純粹看股價 就是0.5以下 是可以分駐買的 不過就是好心提示 Friendly Reminder 其實都有其他的選擇 讓你可以考慮的 因為這隻波幅都是 當然啦 有難有不難 波幅大 可能你真的0.5買到 它爆上0.6-0.7 那就換句話說 有兩成至四成回報 現在涉貨很好 祝你好運 好 2013 就是SARS股 微濫 這個很難回答你 14個 14個幾有貨的 是 好 現在看回來計 我的電腦的碼和我一樣 12.3 你有貨就拿著 因為第一 我都覺得最差的情況是過去的 不過之前來計 就有所謂的數據安全法 大家擔心 它不是就是精準營銷的 令它走得慢了一些 不過你看到當個科技股是走的話 它今天來計算是走得多的 所以我只覺得繼續拿著 不過究竟可以升多多少呢 暫時都難說少少 如果純粹在圖表上看的話 其實我想在大概 13.3附近會有初步的阻力 先拿著 但我們沒有辦法 這些就要摸著石頭布 繼續 每一次節目裡面跟進一段 好 然後最後問題 就是916 農園電力 什麼時候可以買入呢 什麼錢可以買呢 916 我們先看一看 現價是多少 現價是15元的 今天跌了近一成 就是近9% 好 這隻都多人問的 幸好近來都沒有叫大家馬上買 我仍然都是喜歡他的 但是要小心一點 今天其實穿穿地位 15.3有個重要位置 現在15元都穿 重要的 今天最低位是14.98 它收回15元 所以純粹看一個價格 其實到了我之前所說的 但是這個走勢 令我不是那麼 是不是有些東西我不知道 現在回頭 你看回一隻992的話 其實在星期五之前 連續三支陰燭 大家都問我星期五為什麼跌這麼多 事後就知道 所以這個世界 真的除了我之外 有些人叫春光水亂鴨才知道 所以如果以農園電力來計算 今天連續兩天跌得這麼金 又穿位的話 我等它回穩了 舉個例子 它15元15.3回穩了 我到時買的信心會大跌 所以現在不是價的問題 是我想它走勢有回穩的跡象 我才買下去農園電力 好 時間差不多了 感謝比比今天的解答 那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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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